三妹、四妹, 還有水溝油 大家都不肯認錯 我覺得媽媽沒有記住 怎麼叫做家蟲不外形 你看, 她逢人就說 這樣就是家蟲矛盾 你放心, 現在網絡時代 每個人都在網上看手機, 收資訊 沒有人站在街邊, 聽是非 說來說去, 又圍著那幾個三名頭 我剛才跟你們說這麼多 你應該明白了, 是不是 那你們評一下你 是, 三和四沒有合適 一定是我沒有合適 阿嬌, 你有扶持, 生了五個蟲 我現在不是因為你說我有沒有福氣 我是想你幫我評一下你 月月, 又生得漂亮, 而且又生得很不夠 太誇張了 媽媽, 你沒有聽到她說普通話的嗎 她都沒有知你說什麼 那個大助理氣的 她根本就聽不到 唉, 我說了這麼久, 真是浪費氣的 哼, 我就沒有信了 這世界這麼大, 我就找不到一隻平利的地方 媽, 你真的要發聲街坊朋友圈的時候嗎 馬上跟我發聲 你這樣搞定了, 三和四真的沒有臉了 她有這東西, 如果懂得給媽媽 就不用逼媽媽走到這一步 我就要發售網路 讓大家知情, 讓街坊啊, 朋友啊 就幫我教育去點養人 媽, 你要我找那幾本公仔書, 找到了 但是都生了書, 從五仔 拿來, 這些六七十年的公仔書 有很多說話是教人的 怎麼罵人的 公仔書都會罵人 通常是第一頁 固定, 堅決向封建社會的思想談義 竹鬥爭 堅決向不調和的階級矛盾竹竹竹竹竹竹 那我就可以改成 堅決向不翻譯的不聽話的人竹竹竹竹 媽媽, 你真的這麼短寫 人家會以為你是豬根的 媽媽現在不懂得按這些事 你又幫我媽壓寫上去 你這樣真是火引嬌油 是呀,媽,不要寫了 一家人和為貴 是呀 和為貴,這些話你留給兩隻妹妹說 如果她懂得和為貴 那就快點拉回家裡 讓我低頭認罪 快點寫 你們沒有寫嗎?好 你們沒有寫嗎? 我找街坊幫我寫 媽… 哎呀,你怎麼這麼寫呢? 聽明白了 不就是個家庭矛盾嗎? 你想讓我寫點東西 然後呢,說說你心中這口悶氣 對不對? 你幫我一定要寫得精精彩彩 等周街我的街坊就知道 我現在是多厄屁 哎呀,對… 你找我呢,這倒對來了 我跟你說,我現在就給你寫 你怎麼寫好呢?你給我寫一下,姓德哥 哎呀,我發現我太有才了 小姐,寫好了 你看一下,可以吧? 來吧… 賣雞乳 烹雞堵鴉 餐廳中 臉皺手 醋皮膚鬆 兩鬢蒼蒼 衣袖髒 賣雞得錢 何所贏 兒女用度 吃喝穿 吃喝穿 真的嗎?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我沒有使你寫得這樣 我都看不明白 你我女兒怎麼看得明白 小姐,你聽我說 臉敬文畢竟是母女異常 不要搞得那麼僵 她看了這個文章一感動 你們和好了,該多好呢? 那你個死人頭 你寫過的東西 查字典都查不明白 我連女兒等到她感動 懵得瘋啦 你寫直接罵她的說話就行了 這是不是有點太偏激了? 偏什麼激啊? 那兩個死女包 激得我等心等肺啊 你沒幫我寫 鬧她的說話激烈的 我可能就會激爆 小姐,別生氣啊 寫呢,我肯定會為你寫 但是我有個要求 我這個代表人的身份 你一定要為我保密 另外的話呢 這個任務費是不是 嗯 沒問題 我請你免費吃一個禮拜的飯 小姐就是通貨 喝吧 李彩嬌啊 在彭的圈裡發篇很長的文章 哇,寫得多有文彩啊 是嗎? 公公 李彩嬌都寫文章 是啊,是啊 那母豬都上訴了 不是,你搞不好 不是,他寫什麼啊 人知百幸 由以孝義為先 我李彩嬌 二十年裡 寡居一人 獨挑家計 確守為人武之道 為兒女謀幸福 無悔青春刀白頭啊 對兒女 我義務已盡 內何三女四女 不守孝道 借我根基而挖有藥之名 在外發大財 在內不聽無名 侵我利益 痛心啊 喂,三叫四叫 你們這樣對你媽媽嗎 你媽媽寡母婆一個 她手裡手大你們 你這樣來氣她? 不是,我們沒心氣她 是她自己罵情緒而已 你媽媽列舉了你們幾大罪行 第一點就是村外接單 村櫃桶底 還有第二 自己接虎 挖廚神的網友單 搶世超叫挖生意來 第三,最惡作的 你媽媽被你氣得肚痛 要去廁所 想找鑰匙叫你幫忙找 都不肯找 搞錯啊 這些東西都寫出來 你們兩個啊 都這麼高這麼大了 怎麼氣得媽媽這麼傷心呢 哎呀,八姑啊 不是你們想的 喂,不是吧 你媽媽寫一篇長文章 有頭有美 啊 頭頭是動 不像生安白做的 不可能不可能 那怎麼會是我寫的呢 是不是啊 我怎麼能幹那種事情呢 我不可能 不可能 還不認啊 我媽媽連拼音都不會讀啦 我就不信了 她寫得出那篇文章 不是,在咱們這個區域當中啊 文筆好的不只我一個啊 但是我媽媽跟你最熟呢 她不找你找誰啊 就是啊 也許你媽呢 請了一個網絡段子高手 我佩服 那不是你寫就好了 那不如你幫我們寫啊 寫什麼啊 你作為一個有水平的居委幹部 我們家裡的事是怎樣 你都知道了,對不對 但是呢 道理應該站在我們這邊的 你幫我們寫回一封信 反駁它 還回我們一個公道 你…你和你媽去講道理 這是有沒有搞錯啊 喂…那你幫不幫呢 不是啦 現在有街坊向你反映這個家庭的矛盾 你不幫的話呢 就是這個 是非不分和霸不變 是啊 這帽子扣得太大了 行…我寫…我寫…好吧 但是呢 我又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啊 就是代別人的這個身份問題啊 你們一定要替我保密 補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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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潤比費…是不是… 吃飯的時候幫你加料 我們這對餐廳姐妹花 未成年前 屬於我們的字有兩個字 聽話 上要聽媽媽話 姐姐話 下 還要聽弟弟話 家庭利益 我們分得少 付出得多 若世的日子 無怨無悔地走過 今天 我們只想為自己的 勞動權力立喊 按勞取囚 何罪之有 獲得客戶認可 怎算是錯啊 好文章 真的是好文章 思思入寇 誰有這麼好的文章 這樣的文章 我認為 馬上我再傳到網上去 阿嬌 你不要這樣欺負女兒 那女兒已經長大了 她們個個都有自尊心 對呀…阿嬌 你女兒在外面做生意 得人認可 造成氣候 你做媽媽應該開心才對 你倆母女兒 拆掉這筆帳就算了 用不著連名字都不給女兒用 原來是你要 三嬌四嬌 改名字做 你三你四的 分明不是女兒不認你 是你不認女兒 那一天是我生過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喜歡怎樣就怎樣 現在時代不同的了 那些叫做不合格的父母 都會被人剝奪監護權 你猜家庭那些父母 不說道理就大了 老了要靠子女的嘛 你逼得女兒這麼盡 那不就斬斷自己後腦 那不是啦 我問你了 我兩隻女兒的篇文章 是問你寫的 老老實實交代 哎呀 瞧瞧 我對燈發誓啊 我跟你說 這篇文章絕對不是我寫的 兩篇文章我都看了 但是都是好文章 解放鄰居都在裡邊點贊呢 哎呀 你看一下這是什麼 第一篇你看 一個讚兩個讚三個讚 哎呀都在給你們點贊 我家就走來嘉賓了 你沒有死 你這種瓜子點贊啊 我早就跟你說過 其實呢家裡邊出了事情啊 一定不能往外揚 家醜不可外揚嘛 你一鬧出去以後 這街坊鄰居都怎麼想 啊 我要等大家都知道 我來出去 叫被那兩隻死女包 激到成怎樣的 我還要等那兩隻死女包 要明白 她…她敢於對抗老母 她會造雷撇的 停…她摸得好死的 停…停…停… 等一下給我寫 還要寫 寫 寫 你不要聽到我媽媽寫的東西 有啊 現在小的那些人 看到我們在這裡捨不得知道 就是啊 寫一篇才幾十個字 這篇整百個字 看來媽媽還是很生氣我們 我覺得看文字上 沒有寫一篇罵得那麼厲害 但最後那幾句呢 你看 她說 今天指責你們 預祝你們懂得人生苦短 萬水千山總事情 日後躺有水盡山窮 行盡街頭 沒有人解爛之時 都不理 膝頭一彎得媽理你 我看到這裡 我又覺得媽媽好像很愛我們 還很疼我們 就算我們去黑食 沒有人理我們 她也會理回我們 不如我們回去道歉吧 道歉? 那你也看不懂嗎? 走盡街頭沒有人管 是說我們怎樣對她 日後都會有報應 會在街上黑食的 對呀 膝頭一彎 那就是說我們 黑食的黑到她面前 對吧 那就是說 之後我們還會 跪下向她認錯 這樣也會有感覺 證明媽媽呢 到現在還沒意識到 整件事裡面 她是有錯的 不行 還是要拼回她 我說二位姑奶奶 能不能把我饒了呀 啊? 老纏著我幹什麼呀 你都幫我們寫了第一篇 你有責任幫你寫第二篇她 我跟妳說話是說吧 我這個手有病了 我根本動不了了 劍翹眼很嚴重 死個手指頭僵硬無比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喂喂喂 股市開盤了 全部都紅色穿得彭彭聲 這什麼特色 是啊 不是什麼鹹嗎? 不痛了嗎? 你的手好像裝我的彈簧一樣 這麼快打得 騙我們 就是了 不是,這好神奇呀 真的 我沒想到 一看股市的時候 我的手就能動了 難道我就是黃金手指嗎 我不管你 什麼什麼手物手什麼鹽什麼 反正你現在馬上寫 我們媽媽寫的那篇 你逐個逐個對應回 說回她就行了 讓她知道 她不是我們 嗯 不過呢 那些語言都不要太過偏激 我們呢 其實都怕氣壞我們媽媽的 只要是非公道 捨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行了 嗯 不常走到我們面前做兒女 都會扶你一把不會讓你體會 什麼 扑親 沒有人扶的 悲良 喂 你這樣寫會不會呢 好像看著媽媽第一點睡 是啊 其實呢 我的選擇是很客氣的 再說我這個行文格式呢 是針鋒相對 有來有往 明白了吧 再說呢 這種行文格式 據我所知 現代文人當中 只有我一個人可以熟練得掌握 放心 沒問題的 阿嬌家好像作文大賽一樣 互相對鬧 想不到文章來文章去都搞得這麼大 我跟你說 各位街坊 我給你們打一毛錢來讀 這個文章絕對不是他們寫的 他們沒有這種文筆 這個文章絕對是請高手來寫的 你們說對不對 你別吵了 我們現在說這件事裡面 媽媽對還是女兒對 沒錯 他責人高病的 算我還 各打五十大棒 做媽媽這個太專制 做子女這些 又不懂得癮養 不如我們去做和事佬吧 千萬不要 有句俗語你忘記了嗎 清官難審家庭事的外人家 把口裡越搞越亂了吧 他們家裡搞得今時今日 我們都不好意思去那間餐廳吃東西 阿伯說得對 用甚麼吃東西 她幾部女兒吵吵了一件 影響我們胃口嗎 影響胃口的其次 最怕阿嬌激起心裡 拿一把刀斬斬斬斬斬斬 到時候沙塵滾滾滾 阿祖良文 看來我們都要跟老闆說 不要叫他們兩姐妹上來煮菜 你看他們的關係那麼差 容不已心情不好 在我們的菜餐裡加料就慘了 媽媽跟三公四公的關係 搞得搞什麼樣子 真是你認敗她 但他們雙方好像貼錯門神 誰都不肯先認低威 是呀 不行 我們要做些東西 阿三 是呀… 阿三,你回來了嗎 快過來坐 大家吃完一頓飯 就甚麼事都沒有 快點拿點東西給媽媽吃 是呀… 為甚麼店裡沒有客人 媽媽你求我們回來 也不用不做生意了吧 是呀 甚麼我求你們回來 是你們回來求我認諒你的 甚麼 大姐說媽媽你知事不對 甚麼我沒有騙 沒有騙大姐兩姐 二妹 你不是說她兩姐承認錯嗎 現在反而由我來認錯 有沒有搞錯 只有天蓋地 沒有地蓋天 如果不知會改 就沒有洗入來這家屋 媽媽 你還是這樣看我們 她們來這裡也沒有意思 所以讓我們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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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坐下… 你不要再說一遍 別再說一遍 別再說一遍 剛才行 是呀 好心你們 整天都搶誰對誰沒有 你搶來搶去有甚麼用 最後就是淪為街坊的笑餅 是嗎 我只想一家人和我氣 坐在一起 三二四和她坐下 坐下 你知不知道為何我們店裡沒有客人 就是因為你和媽媽鬥 鬥到客人都沒有胃口 又來吃飯了 是呀 據我所知 你們在外面說廚神生意都受影響 你說 你們改名之後有沒有接過一張訂單 你爭甚麼要爭 爭到現在現在親情又沒有了 連生意都沒有了 還有甚麼意思 那瓶乾乾淨了 不要呀… 讓我來… 不要呀… 不要呀… 快拿套商過來 不要呀… 你沒事吧 來呀… 快點… 快點… 是不是很痛呀 沒有你害怕過 媽媽的皮膚很弱 吞吞吞吞吞吞也沒有吞吞吞 最怕你就是辣吞你們的臉皮臉肉 而已 媽媽,我們錯了 你下下都是想著我們先的 是我們不對呀 媽媽,我們想來想去 覺得賺到的錢 交給你分配 不是你對的 我們還要激到你那麼生氣 不是我們不好 媽媽的日子 都是想你們乖一點 聽話一點的 不過媽媽也有沒錢的地方 之前在街坊市鬥街 這樣罵你們 說你們壞 媽媽沒錢的 好 媽媽肯定緊人 從今之後呢 你們賺的錢 我該給多少 該幾時給 我一定光是給的 媽媽媽,你給多少錢 我們都不眼紅 你不然我們每次都眼紅紅 好,你每次都眼紅紅 眼淚淚淚 只要從今之後 我們提心合力 在眼睛混合起來 一起去找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別說那麼多 吃飯吧 吃飯… 好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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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今天… 今天不只要壞大手 阿嬌,好生意吧 對… 家嬌,見你們幾母女好起來 他們街坊都替你開心 真是家族 萬時興 你看,生意都還不及 早前,見你們在朋友圈 那些文章鬧來又鬧去 看到我們都替你們幾母女心說 對… 不要再提過去那些事 特別是那些文章的事 不要再說 老實說 一天最壞就是幫忙寫東西那個 他寫的文章這麼激烈 搞到我們才會緊 對… 其實我們也不想用這麼激烈的語言 去攻擊媽媽 但是那個人說要寫得越激烈 今時今日我不怕八下了 究竟誰跟你們代北 這麼傷心的說話都說得出來 真的… 唉… 我們答應了那個人不能說的 不能說的? 是啊 我也答應過代北那個人 不要說他的名字出來 我們真的很想知道 厲害成這樣的文章 究竟誰跟你們寫的? 各位姐花 你們是不是特別想知道 替他們代北的這位作者是誰? 當然想知道他是誰 直接幫了盜忙 這位仁兄文不犀利 這樣的文章 是他才寫得出來的 那我就告訴你們吧 這位作者 這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作者 他就是… 謙都… 陳小妹 我 你… 李爺 你這真混蛋 你寫得這麼激烈的名字 假裝我幾乎是鬼打鬼的 那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我挑挑挖個免費合法 停止對你的供應 阿娇 我早就猜到了 你就是过河拆桥 卸磨杀驴 吃饱了就打竹子的人 那我也告诉你 以后你们家的闲事 我再也不管了 敬请关注 外来湿苦本地狼动漫版 未来湿苦本地狼 每周四全网更新